主播各位观众 有两名嫌犯竟然因为缺钱花 用异想天开 想到要自制中奖发票 警方就破获了两个嫌犯 他们自制中奖发票 虽然每次金额大概是1000元以下 然后就拿去超商 或是金融机构来去做兑换 但是两个月来 他们得手了将近32万元 让我们听听到警方的最新说法 调查发现 阳性及徐姓两名嫌犯涉嫌重大 本大队立即具体两个道案 同时仓后未照同一发票 印表机比电程证物 其实超商每两个月 就会将发票拿回去 财政部进行回收 而财政部这边也会验证 是否就是真的发票 发现了这些假发票 背后的受奖人都是同一个 因此警方才会循现追查 抓到这两名嫌犯 以上是我们掌握到的最新消息 先镜头交换棚内 立刻下载近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 静好新闻 他接下来做第二话 最新紧的对手掌握新闻 炒 Strong